国内的疫情是持续的延烧 花冬成为了国旅的首选 而迎接今年春节七天的连续假期 拥有天然无敌海景的封冰箱 也不敢马虎 乡长江力亭二号率领各科室主管 是勘查了各观光景点 不论交通、游玩动线 乃至于园区防疫配套措施 全都超前部署完毕 让游客民众安心放心的来封冰一游 强劲的东北季风吹来 人吹不散 前来封冰海上古道一游的游客民众 乡长江力亭率领公所相关客室主管 到场会刊 部署建制春节期间的防疫配套措施 要让游客民众安心放心的来一游封冰 因为也要因应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会有色点 那除了我们要督促每一个人进来都要戴口罩之外 那我们也会来喷酒精 以及量测体温的部分 一样是大于37度5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请他入园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有用一个总量管制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进去的话 我们就是以300人为主 那300人就慢慢疏散之后 我们再是再慢慢的放300个人进去 除了港口春月洞因修缮暂时关闭 包括了最夯的海上古道 除夕暂停营业 另外八旗料望台 激旗海水浴场 水梯坪 石门搬绍脚 到南端的静谱太阳广场 北回归线地标等等 春节七天连续假期都已准备好全面开放 乡长江力亭表示 虽然都是天然景点开放式场域 但仍提醒大家 请务必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那我们在春节期间除了除夕是休元之外 那我们其实春节期间都有在开放 那早上是9点到下午的5点 那售票时间是9点到下午的4点40 那也会依我们的人数状况 可能会提早我们一个停止售票的一个状况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延收 花冬成了国旅首选 面对今年的春节连续假期 封兵乡公所防疫整备超前部署 让乡亲民众安心又安全地过好年 记者时遇蓝 封兵采访报道